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她是主管 这个人是个女的 叫陈奎 是大陆人 后来在推特上 人们我看逐渐推出的说法叫推特已死 原因这个人原来是二炮 这个女的原来是二炮 在二炮当了大概七年 干了七年 然后又在一些大的公司任CEO 有人说了 说她走过地方 那公司全死了 所以搞不清楚推特为什么找了这么个人 就是她的背景嫌疑了 认为她是跟中共最上层的直接相关了 所以就那推特把自己弄死了 找个共产党员 给她做中国去的经理 尽管推特根本没有进入大陆 大陆把推特给轰出来 所以听起来有点见骨头的感觉 我觉得都就那么回事了 而据说包括环球时报 跟人家这个陈奎都是一个口吻的 陈奎自己也说 跟新华社是什么 说意思他愿意尽他的努力 把推特在大中华地区如何如何 我自己看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个炮 前两天在 不是前两天了 前一两个月 我们看到一些海外媒体的媒体人 家人被抓 然后这些人呢 纷纷的表明跟自己家里的断绝关系 有这种声明了 其实我自己 有朋友也问我说 涛哥你怎么样 其实我个人很少 在国内的朋友几乎都没有来往 大学同学也没来往 这个是要对人家负责了 对吧 对别人负责 那我不知道这些朋友 是不是通摸摸看我的节目 他们知道我是谁 也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他能理解 又不能理解 对吧 能理解也不能理解 这是我个人说的 每一个人有钱的 有权的 漂亮的 有势的 无论你任何在外面 场面上 你彰显什么的一切 都是浮云 都是炮 在过程中最关键的 是对自己生命的认知 爱因斯坦的话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最新的一条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文章题目这么说 刚刚被抓的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张月 随身带枪 中纪委带了四十名特警抓捕他 张月是在参加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后的第二天 下午六点钟下班前 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中纪委人带走了 大约有四十名特警抓捕张月 那张月被带走时 两眼紧闭 脸色苍白 目击者称 他是被抬进警车的 传说张月随身带两把枪 所以抓捕的行动显得非常的格外的谨慎 河北省随即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中纪委的决定 省委书记赵克志要求将决定层层传达到基层 并宣布了几项这个人事任免 我为什么说非常的滑稽 张月带枪 对吧 张月带枪 随身带枪 为什么 他赚的钱 他的事业 他是一个曾庆红培养出来的人物 他知道他随时会死 随时有人会杀他 谁能杀他 不是你我杀他 杀他的人 跟他并肩战斗 所以党对于这些优秀的党员而言 就是狼窝虎血 党内之间的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是随身带枪的关系 我一直跟朋友讲 你不能用恶的方式来对待中共 你恶不过他 他从上至下都是玩命 他的上班就是玩命 他的工作就是玩命 他的这个官位就是玩命 所以他们才会表现出活着干死了算 他为什么 他根本无法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 对吧 根本无法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 文章讲说 此前曾经传出张岳被双规 那这种传说绝非空穴来风 曾经被约谈过三次 第一次2015年3月10号 第二次去了三天 而第三次是2015年8月29号 和大概前后是这么个时间 那他说当时去了五天 原以为第三次约谈之后会被抓 但是没想到又没事 那这里我想提醒 2015年8月29号这个时间 天津大爆炸刚过后不久 对吧 那张岳是政法委书记 是河北省的政法委书记 河北跟天津那是 你不好说之间的关系了 几乎没有什么地域之别了 消息灵通人士介绍说 京城有一个党内大佬 一直为张岳说话 张岳的错误和问题 全都推到了周永康和秦 其他领导人身上 使着张岳一次次过关 这一次突然抓捕 是中共党内派别斗争激烈 激烈之后的所致 那其他原因记者不知道 胡平先生也登了一篇文章说 我看他一个片头了 他就说 现在这么安静 谁还能够否认 谁还闻不出来 这是中南海已经完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突 才会造成外界这么安静 我个人觉得是 完全是有他的道理了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真正披露出来的消息不多 而张岳作为一个关键人物 特别是他跟曾庆红马剑 整个这条系统当中突然被抓 抓几次抓不了 他突然被抓 是你可以说中南海内斗的激烈程度 马上就要过5月1号 通常这都是中国人大陆人到香港旅游的黄金季节 可是现在中国访港的旅客断崖式下跌 法广的报道 中国内地来港的旅客本年头两个月已经较同期下跌18% 而香港旅游业预测前景更差 有超过八成受访的导游和领队说 收入较往年已经降低 更有九成人认为未来的一年很惨淡 那在距离五一黄金假期只有十天的时间里面 国内旅游团非常少 预计今年较去年只有一半 所以认为内地防港的游客数量持续断崖式暴跌 香港旅游业进入寒冬 给我的认为 香港旅游业是吃挂烙了 如果香港旅游业出现这种断崖式暴跌 你看到了到台湾去的人 也是同样类似的 换句话说 那不是台湾的政策的问题 而是真正问题出现在中国大陆 到台湾旅游 到香港旅游 什么人 他们没有条件 他们的自身条件 不能够到欧美去旅游 人们去旅游的钱财 是自己能够的收入 能够支撑的氛围 对不对 他是闲钱出去玩 到新马泰 到香港 到台湾 这是在中国 你可以叫中层 或者前后左右这么个城市 这一片收入的人 就是这一片人群的数量 要远远大于 有能力到欧美去旅游的人 到澳大利亚去旅游的人 我相信朋友能接受 那 比如到香港旅游 可能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我就说这意思了 两三千块钱 五千块钱 那如果你到欧美去旅游的话 可能就得两万 三万 几万 就这个概念 那如果这个人群 如果这一批人 到香港跟台湾旅游的人 断崖式下跌的话 与其说 是香港 台湾的旅游业出现了寒冬 你不如说 今天中国的经济 直接影响到 社会的中间层面 这些人的收入 和实际收入 和他的生活的水平 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与此同时 中国首季外资增幅 跌到4.5% 北京官员指 香港帮助大陆开放的地位 是不可代替的 那我认为 如果这两个件事情 放在一起的话 还是表明 中国大陆的经济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状况 最新的数据 商务部 首季中国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2200多亿 人民币 折合美金 351 那比去年同期增长 4.5% 那而增幅 较去年首季的 11.7% 减少了7.2% 那就太大了 在中国使用外资中 占75%的香港 地位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那 目前的状况 是个未知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 李伟在香港表示 香港忧虑在中国发展中 或被边缘化 是启人忧天 这个说法是因为 自己出问题 而不是安抚香港 好 在我的眼睛里 不是安抚香港 是中国出问题 往往的话 你得反着听就是了 所以《疯狂动物城》里面 我个人觉得最到位的 导演编剧最厉害的就是 他反着看世界 所有的东西一目了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